保暖座族平安追雪 我们现在先带您看看 阳明山目前的急事状况 现在山上其实已经下起大雨了 等到下午到晚上的时候 这寒流暴到温度往下降 很多追雪族当然就希望 这个能够从雨变成雪啦 几率大麻 我们等等带您来看 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次寒流 对全台湾影响的时间点 跟温度会有多低 我们特别做了这张图 让您可以很清楚知道 左半面这张图是 今天大家下班之后晚上8点 各地的低温 您看像北台湾今天晚上 就冷得很有感了 这低温已经掉到10度之下 落在9到11度 中部地区也是一样 这低温是落在10到14度 南部地区也有感了 低温13度到19度 东半部地区同样11到17度 可是要提醒您 这波寒流最冷的时间 这还不是 是在明天礼拜二 礼拜二您可以看到 到时候在明天早上 大家出门上班课的时候 北部低温甚至掉到 是6到8度 而中部是7到10度 南台湾地区也是一样 9到15度的低温 这真的不能小觑 东半部地区7到14度 特别是一些空旷处 尤其是北部跟东半部 如果降雨的话 这个湿冷的感觉 寒风刺骨 真的是可以这样形容的 一定要特别注意 再下一张图 我们带您看 这波冷空气 所以我们说礼拜一 礼拜二 礼拜三到礼拜四 连冷至少4天 但您看您就可以知道 包含这个寒流有多强 时间到了明天中午 通常中午时间 中南部温度不是会拉高 没有什么冷的感觉吗 可是您可以看到 明天南部地区中午时间 温度还是落在 9到16度 包含中部地区 也是7到10度 所以这波寒流 全台湾都是全天 有感变冷的 请大家不要掉雨清新 也提醒家中长辈 一定要把这保暖工作给做好 到了周二的深夜 同样温度又再掉下来 所以可以说是 北台湾地区 几乎全天都在10度之下 而中南部地区 全天都在12度之下 一定要做好保暖作业 同时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又会下雨 在下一张图 我们带您看 这雨会怎么下呢 您可以看到 包含在今天 整个中部以北宜兰 还有中部以北山区 跟北部沿海地区 特别是这东北角这边 其实水气是不小的 所以要提醒您 如果外出的话 带拔伞会比较好 特别是这个骑机车的机车组 一定要做好这预寒工作 那如果追雪 当然现在看起来 有降雨机会的山区 特别是中部以北 海拔1000公尺以上高山 如果配合水气 配合温度 这个几率就会高 雨要下到什么时候 目前我们看系统预报 其实周一周二到周三 中部以北都是有水气的 我们会持续观察 最后一张图 这个降雪机会 我们就帮大家整理了 目前看中部以北的四大山区 大屯山就是阳明山 这海拔最高 差不多是1000出头公尺 现在看起来 当然是有机会降雪的 但如果说你要真的追雪 几率最高 我们还是比较建议 可能是在太平山 和欢山或者是拉拉山 目前看起来 因为这边高度是相对在高的 好比拉拉山有2000公尺 太平山也是将近2000 和欢山有3400公尺 所以这些区域 其实如果说高度 够的情况之下 配合低温配合水气 这个降雪机会 会相比阳明山来得高一些 不过阳明山毕竟这一次冷空气 它的规模是相当强的 所以目前专家预估 甚至这个雪线会下出到 800公尺以上 这就代表阳明山 其实降雪机会也还是有的 我们的记者在现场 只要有降雪的趋势跟状况 我们会随时帮您掌握